在我眼里,这是来人,如果是坏人,这个来人跟坏人在一起啊,这常常的会有一些火花拼出来。 这几天真的感谢媒体,有那么多的报道。 可是我在想,为什么连续的都有这么多报道,我想这些媒体的小姐先生们,过去他们的童年也是陶大伟陪他长大。 陶大伟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但是在表面上,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开个玩笑啊,喜欢说才笑话。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我们是拿他来作为取笑的对象。 但是在另一面呢,有一年在上海,我跟孙妈妈两个人去谈亲。 哎,这个他打电话,都说晚上我请你吃饭。我说好啊。 还有一个那个徐中华导演也来了。 那晚上他到饭店接我,然后我们就走在这个淮海中路,就是当年上海的静安思路。 这一路在走,在走聊天。那我就只在意着我跟徐中华聊天了。 就没注意到我太太,我回头一看到,陶大伟搂着我太太就不先走了。 那种感觉,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我觉得她能够照顾我的太太。 她是一个深情的人。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观众朋友都不会小。 她跟我们的家人都很熟。有一天,打电话。 所以,我到底家里怎么不在家啊? 我说我在我女儿家。她住在哪里啊?我赶快告诉她。 那天是秋天。是下雨的秋天。雨下的很大。 她在哪里啊?她到现在来看,她的梦子都打了。 我一看,她全身都是湿的。 我拎了这个大包,她过来了。 我说了,干嘛?吃饭了没有? 来来来,这是送给你的。 我什么东西啊?我以为是水果。 打開一看 嚇了一跳 一個專業的相機 一個很昂貴的專業相機 擺在這裏 哎呀 我說我已經不拍照了 現在的數位手機太方便了 怎麼用都方便 不要 這我就要送你 我就要送你 我說你送我的目的在什麽呢 到時候我開車 你給我拍照 我說好 忍了 各位不曉得都覺得我在推動公益 我在做公益 我在好像是在演一間 比較早做公益的人 我第一個公益活動 是這個來人把我帶走的 基督教宇宙光 送探到蘭嶼 是為蘭嶼的兒童募款 為他們買一部車子 好把山區裏面的孩子帶著 到學校去讀書去 那天我們正在拍大追集 這個房政也在這兒 夏令嶼也在這兒 哦 哎 老院 明天晚上留下來 我說幹嗎 明天晚上咱們有演出 一演 我說好 留下來 第二天到我的台上唱啊 跳啊 說完了 我覺得應該這個 一演也有錢吧 結果那次一演沒有錢 哦 就這樣 小人物狂想學 很累 很討好 吃完晚飯 這個夏靈靈在補妝 我就抽支支煙在這兒 這個陶大偉就談的破吉他 不管他穿著什麼衣服 穿著多新的鞋子 他拿的任何東西 陶大偉的東西都是破的 在我眼裡頭 拿著這破吉他 哎 老院 明天幹什麼 我說明天沒事 禮拜天哪 休息啊 明天帶你去吃飯 我說好 咱打臉 他說不過我就知道有問題 明天早晨開車 接我 我坐禮拜 我在想你去坐禮拜 不要說你坐禮拜 你到賓夷館我都送你去 就為了吃這頓頓飯 那天那頓飯 跟一般的自助餐 沒什麼兩樣 看到了一些演藝界的基督徒 也看到了我們的周立華 周路士 我們叫做周馬 還有很多關心我們演藝界的人 大家在一起 今天我都站在這裏 我要告訴各位 我要告訴各位 9月12號 我們和陶大衛弟兄 離開了 誰不難過 觀眾 每一個愛他的人 每一個看過他節目的人 每一個看過他節目的人 聽到了都難過 但是這幾天裡面 我真的知道 我真的知道 傷痛 我們對他思念 但是 有盼望 神經上說 神經上說 論到睡了的人 我不希望你們忧伤 像那些沒有吃光的人一樣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 在耶穌基督裡睡著的人 上帝也必叫他 與耶穌一同帶來 願上帝的愛 安慰 俘虜 逃走 並這一家人 謝謝